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们不要以为奇怪 似乎是遭遇非常事 打药欢喜 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 使你们在祂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 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 因为上帝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 我觉得在基督徒的生命里面 我们都很盼望我们在信主之后 我们都非常的平安喜乐 有很多的祝福临到 也的确在我们自己的生命里面 信主之后常常祷告上帝对蒙应运 可是很多的时候我们也发现 基督徒也会碰到有苦难的时候 比如说在西伯来书第十一章里面 也提到了很多的信心的伟人 那这些信心的伟人 有一些他们行神迹歧视 可是有一些他们却可能被敌人追赶 也可能被石头打死 那圣经在这里讲 他说这些人都是硬信得了美好的证据 却认人为得着所应许的 所以我们看见很多的时候 有一些的基督徒 特别是我们自己 也很多时候会碰到很多的苦难 那我们碰到苦难的时候 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可能会跌倒等等 可是这一段的经文 刚刚所念的 彼得前书第四章 就告诉我们说 他说有火炼的试验临到 我们不要以为奇怪 而且要欢喜 他说因为我们这样 是跟基督一同受苦 那我觉得说彼得这里提醒我们说 原来基督徒也会有苦难的时候 碰到苦难的时候呢 不要觉得说很压抑 因为这些其实是给我们有益处 而且可以跟基督一同受苦 那在这里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过去 因为这一段的经文得着一个帮助的见证 那我记得在我信主没有多久的时候 有一次呢 我就去传福音 传福音完之后就觉得 哇 实在是很喜乐 那觉得说也帮助到一些的同学 我们在校园里面去传福音 帮助很多的同学 让他能够信主 那那一天晚上呢 我就很高兴的回到我大学的宿舍里面 然后呢 就睡觉 那第二天早上呢 起来的时候 诶 竟然发现 好像房间呢 是有人进来过 然后呢 再仔细看一下 发现了很多的抽屉都被打开 那 那我在看看我自己的东西呢 发现了 因为我的一个钱包不见 我那时候非常害怕 那也很担心 哎呀 糟糕了 这个钱包不见了怎么办 那 那时候呢 在一个非常地 很害怕 也是非常地彷徨的一个状态的里面 那天早上呢 我平常都是早上起来 我就会读经 那那天呢 我就在想 哎呀 我那么紧张 那么经历到这样的事情 是不是应该先去报警啊 或者处理 那所以呢 我就在想说 到底我应该先去报警呢 还是先去读经 那这个念头呢 来到的时候 我就决定 我要先读经 那我那天早上 我很记得 我所读到的经文就是 彼得前书第四章 十二到十四节 刚刚我所念的这段的经文 到我念到这段的经文之后呢 我就 哇 突然间 心里面好像 突然间明白 为什么我会经历了 这个不见的钱包这个事情 突然间觉得说 上帝是不是用这个事件 让我能够更贴近他 更去 用祷告 来去更贴近他 而且呢 在这个事件的里面 让我能够更体会说 怎么样 与这里经文所讲的 与基督一同受苦 所以那天早上 我突然间本来 在一个非常的 心情不好的状态 当我看到这段的经文之后 突然间心情 突然间一百八十度的转变 觉得说 哇 好像 神也了解到我这个事情 而且预先呢 已经预备好一段的经文 来安慰我的心 让我能够在 这些的 心情很不好的时候 能够靠着这个经文 来得到帮助 所以 当我每一次 现在碰到一些的 苦难或者是不开心的时候 我就很相信 就是上帝透过这些事件 让我 让我们基督徒的生命 能够信心可以有一个跳跃 而且有一个成长 那 再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个 跟这个很相关的 就是有一天呢 当我在 也是思想这些问题的时候 突然间呢 我就看到 在 我住的地方 嘉义这里 有很多的壁壶 那通常见看到有一只很小的壁壶 它在我的窗的里面 那在那里走来走去 那天是一个晚上 那房间的开着灯这样 那那个壁壶呢 它就看到窗外面有很多的这些小虫 很想要去吃它 可是呢 它在玻璃的这一边 所以呢 它就想吃那边 它就没有办法吃得到 于是呢 我就心里面 我就在想说 哎呀 我不如呢 就打开窗 然后呢 把它赶赶赶赶到另外那边去就好了 可是呢 当我这样做的时候呢 那只壁壶呢 它不单止没有跑过去 而且就吓到了 我看到这个 我突然间了解一个很重要的事 我觉得说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常常呢 上帝可能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做一些的事情 可能我们觉得说是 当下可能觉得很害怕的事情 就像我下这只壁壶 其实我想要帮它 能够走到窗的另外一边 让它可以吃到那些的小虫 可是呢 我们因为不了解 所以呢 我们就会很害怕 那我觉得说很多时候 我们就很像这一只的小壁壶这样 那上帝做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的事情 本来是好意 可是我们不了解 可是当我们一了解的时候 我觉得说我们的生命就可以在那个时候有一个提升 我们就会突然间觉得说 原来在我们身边所发生的很多人的事情 看起来好像呢都是一些咒诅 或者是不是很好的事 可是当我们反过来来想的时候 觉得其实这些都是 上帝要让我们在生命里我们的信心能够增加 所以每次碰到这些事件其实就是帮助我们 让我们更靠近神 更用祷告我们去来到神那里自取力量 就好像 约瑟当他碰到一些的不好的事件的时候 当他最后碰到他的 一些的他自己的兄弟的时候 他就说神的意思原来是好的 虽然他的兄弟本来想要害他 可是约瑟他用不同的眼光来看这件事情 让他很深的知道说原来神有他自己的美意在当中 所以我今天很盼望 借着这一段的经文来鼓励弟兄姊妹 如果你在一些很不好 心情不好的时候 你回到神的面前 我们深信上帝要用这些的事件来帮助我们 让我们在生命里面成长 也透过这些事件让我们从祷告 能够更靠近他 能够回到他的身边去 我在这边也想跟帝文姊妹来分享 我自己的一些的代导思想 那我从2007年从美国回到这个校园 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我是一个香港人 我以前在台湾读书 那来到这边任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在台湾的校园 读大学的时候信主 很盼望能够也让很多的今天的大学生能够认识 这样的信仰 所以很盼望能够在校园里面来 任教来教书的时候 也把这样的信仰来带给很多的同学 那所以很盼望能够 帝文姊妹也都纪念我们在校园里面 有很多的福音的工作 那些福音工作 除了是我们在大学里面有一些的团契 那我们也有一些的课程 也有介绍信仰给同学认识一些的课程 那很盼望这些也都是可以 请帝文姊妹来为我们来祷告 也当然也纪念我们在大学的校园里面 我们在教学跟研究的部分也是很重要 也很盼望除了一些的课本上面的知识 也可以透过在上课的这个过程的当中 我们可以把品格 把正确的一些的人生观 也可以介绍给同学 那所以在这边跟大家来分享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